日本真的就能够找出来一个和他讲成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到时候说就有茶油自然 你看他唱歌啊,看他说话啊,打个招呼啊,跳个舞啊 可能真的说不定还都和真人是一样的 所以说男生到日本去搭讪女孩子要小心一点 不知道搭讪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吗 对,这到底是世界很多东西是真是假的 让我们感觉我们越来越活在好像是太虚幻境啊 所以人可能是假的 但是现在告诉你的猫可能是真的 尽管他做出来的动作可能可爱到好像是假的 但是猫呢这些我们今天来看到的确实是真的